之後啦 如果你們剛剛改啊 這輩子就要改那個 Tribe的程式啦 我是覺得改兩行 有沒有 那這個主要是說呢 它初始值從哪一列 放在哪一列啦 所以Output Row值是 從哪一列開始放 對不對 等於2嘛 從第2列開始放 然後呢 再向下追蹤加1啦 OK 所以這招我是倒覺得 應該 不算困難啦 只是說你可能要知道 怎麼樣讓它向下追蹤 OK 這件事情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比數部分 我們就要來統計了 比如說這個一樣啦 就是 我們假設用那個Google試算表 它已經幫我收集資料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切割的話 你後面要做報表也是麻煩 像你們現在有很多資料 它就是按照你想的那個樣子 所以你勢必要花很多力氣 去做整理的動作 如果你遇到這種鬥點一堆的有沒有 那如果你實在沒有招的話 用函數也沒辦法 用公式也沒辦法 那你只能土法煉鋼慢慢來啦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可以試著 請TRAGP幫你寫 它可以漸進的寫啦 不過這個地方它就有個BUG 這個我們再看一下 是不是說 敘述的方法是不是 可以再調整一下 然後讓TRAGP也能夠更知道說 你要的放的方式 其實並不是說 輸出就是在它隔壁那一列 而是一直往下 是不是還要再增加一個敘述 讓它比較清楚 就可以修正 這個可能再試試看吧 好那最後的話 如果得到這個分割之後的結果 我把它Ctrl向下 得到的幾列啊 總共是141嘛 所以-1藍二名稱就140比裡面 那如果隔壁這邊有個工作表 就比數統計 如果這麼多的比數喔 那我想要知道它的比數多寡的話 那這個地方應該怎麼辦 比如說進階函數總共幾比 有沒有 那你總不可能說 我把它排序一下 有沒有 然後再算一下它有幾比 不可能吧 不可能說123456789 不可能 所以如果你要算這個範圍的數量 那這個時候應該要再多學一個函數 在統計類裡面 這個應該有用過吧 如果你不用這個函數的話 說真的 你應該很多事情你會做得很累 因為你都用眼睛算 康一幅 有沒有 康則是算比數嘛 一幅是條件嘛 所以你只要給它兩個條件 一個是範圍 一個是前面的這個 有沒有 結果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range的部分 你就切到前面這裡 然後跟它講說 我的範圍是在這個工作表 哪個工作表 VBA入門班 驚探號對不對 然後從哪裡呢 從G2 一直選到底 所以你就G2 然後Ctrl Shift 當然你可以用刷的啦 可是因為要刷很久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用快速鍵 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它就幫你選到底 就是在G141 應該沒錯 那因為等一下會向它填滿 所以這邊加個前的符號 加前的符號 因為等一下會向下 向下列會自動加1 所以你如果要避免讓它加1 你就直接加前的符號鎖定 第二個是條件 條件是什麼呢 條件就是這個 應用進階 有沒有 有沒有 函數進階應用 OK 那得到就16筆 有沒有 這裡面馬上幫你算完了 所以康語符其實還蠻重要的 如果你不會康語符啦 你自己算 哇 算多久 不過啦 其實這個地方還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也是辦得到啦 其實 這個 差不多結果 按確定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把它向下填滿 不過你會發現 好像怪怪的 為什麼有的是沒有的 有的是零比 後來我發現一個問題 這個資料 前方是有一個什麼 空格 因為很奇怪 常常就是會有人輸入的時候 就加空格 有沒有 或者說你 輸入的時候 反正前後就自己原來補個空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避免這個錯誤啦 就是你在使用一個函數 就可以去掉頭尾的 它有個函數 可以去掉你頭尾的空白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那個文字類函數 有個函數 那個函數 文字類函數裡面有一個叫做 去除多餘空白的一個函數 叫trim 有沒有 刪除文字字串中多餘的空格 但是字跟字之間的空格會保留 因為它英文跟英文中間會 但是它頭尾 頭跟尾 中間的不會刪 可是頭跟尾的會刪 所以這個函數 如果套用到這裡應該是ok的 因為它是頭 尾巴五缺 尾巴應該沒有 所以頭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解決這個000的問題 你就在這個公式裡面 A2的地方很簡單 你就直接trim它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打一個trim 刮糊它 意思就是說 如果它頭尾有那個空白的部分 那你都幫我把它刪掉好了 這樣的話就不會出現找不到資料的問題 所以加一個trim就可以了 按trim好 這樣子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馬上就會有一個圖表顯示出 這個圖表其實就插入圖表顯示出 就是你 你等於是預先插入一個圖表 ok 所以我們用直條圖 那你可以 在這個地方看你要用直條圖 或者什麼圖 你就再把它加上去有沒有 它就自動會產生一個 我剛剛是已經預先 在這個地方 已經把它預先加上去了 它甚至顏色把它變更一下 ok 所以它會跟著連動 它的資料範圍是根據這邊而來的 ok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前提就是 你必須先把前面的部分做完 你才有辦法做出這個的結果 可是如果你前面的東西做不出來 所以你後面也不用統計了 所以這個比數的統計 你可以用conif來做 ok 就是把前面的範圍 記得喔 選取的時候 這個G2 跟G1 4E 前面記得加前的符號 然後A2的部分 前面加一個trim ok 這樣就ok了 那當然除了用conif之外 你說老師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其實我想到應該是 你可以插入樞紐分析表 如果你不想用conif 那其實也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但是樞紐分析表你要先做一件事 你要先確定一件事 就是你選取的範圍對不對 你先檢查 應該是A1有沒有 到G 記得喔 141這個範圍有沒有 這個要檢查一下 就是欄數啊 有沒有選到 有的話你按確定才會 才可以統計 統計的方法很簡單 就直接把 那一個欄位名稱 就是最後一筆有沒有 他那個欄位名稱應該叫做什麼 複選題分割啦 有沒有就這個 所以我這個地方就直接把什麼 把複選題分割拖拉到列 他會幫你把所有的資料做移除重複 留下不重複的那個名稱嘛 然後再把這個複選題分割再拖拉到值 他會幫你計算比數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拖拉到值 其實就幫你抗一幅喔 OK 特別注意 就是一樣的道理 那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 應該一模一樣 只是說 如果你要排序的話 有不要放B4 資料這邊力到A好了 最高的叫最低的 其實應該結果 應該都一樣 這個如果把它力到A一下 這邊一樣 力到A一下 一樣嘛 VBA資料庫應該排第一個 對沒錯 21嘛 21是8 這邊好像 這邊多一個 所以這個等於是 我放 有些是放重複的啦 OK 所以這個應該可以把 這個 這個應該可以刪掉 這邊好像有多的 重複的資料 我會把它刪掉 OK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得到的結果也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結果做完之後 再插入直條圖啦 結果也不一樣 應該也是一樣啦 有沒有 這個做出來 應該也沒什麼差異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